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言无计 英国脱欧党派争斗陷入僵局 16岁少女发言直击根源 引共鸣 再看 上演要 优步申请IPO之际 阿根廷首都出租车司机抗议优步抢饭碗 当地时间11号 苏丹国防部长奥夫 宣布推翻总统巴西尔 国家同时进入紧急状态 11号 身穿军装的奥夫出现在苏丹国家电视台的画面上 他说 作为苏丹国防部长 他宣布推翻巴西尔政权 奥夫说 巴西尔已被逮捕 目前正在一个安全的地方 奥夫随后宣布国家进入为期三个月的紧急状态 并实行一个月的宵禁 同时关闭苏丹领空24小时 并关闭苏丹各地边境通道直至另行通知为止 奥夫同时宣布 将成立一个军事委员会 他将领导该军事委员会 以便在两年的过渡期内管理国家 他还宣布暂停临时宪法 10号 欧盟同意将英国脱欧期限延长至10月31号 不过这是一个弹性期限 英国可以在这个日期前提前脱欧 如果英国到5月22号还未批准脱欧协议 英国必须根据欧盟法律参与欧洲议会选举 11号 特雷沙梅表示 一旦英国政府的脱欧协议 在议会获批就可以终止延期 欧盟特别峰会结束后 11号凌晨 特雷沙梅从布鲁塞尔返回伦敦 当天下午 他向议会下院陈述了 欧盟针对英国脱欧延期的相关决定 特雷沙梅说 英国脱欧的时间 以及是否参加欧洲议会选举 将取决于英国议会的决定 若议会能尽快批准相关协议 英国可避免参加欧洲议会选举 他说 跨党派对话并不寻常 但为了国家利益 他将继续与反对党展开讨论 反对党共党领袖克尔滨回应说 跨党派对话是认真细致和持续的 但他强调政府必须做出妥协 市场方面 欧盟同意英国延期脱欧的决定 没有引发英镑对全球主要货币汇率的大幅波动 截至11号下午 英国首相特雷沙梅 在议会下院结束讲话 英镑对美元汇率持续稳定在接近1.31的水平 分析师认为 此前市场以普遍预期 英国脱欧期限会再度被推迟 所以在10号和11号的交易中 没有出现看低和看高英镑汇率资金之间的博弈 短期内 英镑汇率走势受英国脱欧影响较小 但脱欧期限再度推迟 将影响在英商业公司的战略 进而损害英国经济 脱欧一脱再脱 破除僵局仍旧困难重重 近日 英国一名16岁少女在一档电视节目中 就脱欧困局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引起广泛共鸣 David Cameron made the referendum policy because he didn't want to risk losing ten or fifteen seats to UKIP and look where it's got us this has always been because of the Tory party playing party politics with issues that are going to be huge generational changes for all of us I'm 16 years old I didn't get a say in Brexit and I won't get a senate because there is not going to be a second referendum as things stand what we need to look at is the fact that this is all caused by a party 节目中这名16岁的观众 表达了他对脱欧的看法 此番言论已经发布 立即引来英国民众的关注 有网友评论到 他的观点清晰有力 直击问题根源 年轻一代的声音应该被聆听 脱欧公投以来 英国国内就如何脱欧 始终没有取得相对一致的意见 英国执政党内部和不同党派之间 屡屡上演为反对而反对 舆论认为 脱欧这样事关国家命运 和民众利益的重大问题 已被某些党派和团体的 一己之私所绑架 沦为权力斗争的工具 未来几个月 脱欧的不确定性依然如故 英国经济和普通民众 也将继续备受煎熬 根据路透社的报道 出行公司优步当地时间11日 正式递交了首次公开募国计划 从为估值最高的独角兽 有望创下美国股票市场 有史以来最大规模技术类企业 首次公开募股 这也是自阿里巴巴集团 2014年登陆美股以来最大一次 美国东部时间周四下午 优步正式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提交了招股书 此次承销的银行多达29家 包括高盛摩根等 招股书显示 优步计划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 证券代码为UBER 计划以900亿美元到1000亿美元之间的估值 出售100亿美元股票 预计将成为今年美国规模最大的上市 根据CNBC报道 软银 谷歌和公司创始人 是目前最大股东 符合条件的普通优步司机 也会获得现金奖励 招股书显示 此前困扰UBER的因素 仍是未来重要风险 主要是商业模式 行业竞争和监管合规等几大类 作为一款颇受欢迎的美国知名打车软件 优步已经在世界多国立足 不过优步的合法性频频受到质疑 当地时间10号 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出租司机协会 组织了为期两天的游行示威 抗议网约车对当地出租行业的冲击 这也是优步在拉美遇到挑战的一个缩影 近些年 优步因涉嫌非法营运车辆和不正当竞争等 在不少国家吃了官司 为了能在当地扎纹脚跟 优步或妥协暂停部分服务 或针对潜在安全问题做出整改 或谋求符合当地法律的资质 或以上诉方式回应当地对它的禁令 根据路透社报道 当地时间4月11号晚上 以色列一艘登月飞船 在登陆月球前与地球失去联系 随后坠毁在月球表面 这艘登月飞船曾计划完成首个 由私人资助的探月任务 但已失败告终 作为世界首个计划着陆月球的私人月球航天器 以色列创世纪号探测器 引起了全球天文爱好者的关注 创世纪号今年2月份升空 如期抵达绕月轨道 4月11号凌晨 创世纪号按照计划开始向月球进发 超过2500名爱好者聚集在指挥中心外的草坪上 希望见证此次着陆 但创世纪号在着陆前最后一个阶段并不顺利 他在接近月球地面时拍摄了几张月球照片 但随后指挥中心发现 探测器的主引擎熄火了 尽管指挥中心通过重启飞船 成功重启了主引擎 但他们又失去了与创世纪号的联络 最终创世纪号在月球表面坠毁 据外媒报道 创世纪号航天器耗资约1亿美元 由私人赞助者支持 近日一则超级真军被美列为紧急威胁 中国也有18例确认感染的消息 在网上传播 引起了不小的关注 那么到底什么是超级真军 对普通公众的健康威胁到底有多大 我们来看一下具体报道 所谓的超级真军实际名为耳念珠菌 之所以被冠以这个称号 是由于它对多种类抗真军药物 具有较高的耐药性 血液感染后致死率高 而且在环境中生存时间较长 但根据我国监测数据 及已有病例报道 目前中国累计发现耳念珠菌感染18例 感染者多出现在医疗机构的重症监护室 并且没有集中爆发案例 专家表示耳念珠菌在国内发生 仍属个案且对抗真军药物敏感 常用抗真军药物治疗有效 而且现在还没有报道说 有耳念珠菌有这样敏感的菌株 而且引起了这样患者的死亡的报道 最近大家可能也知道有十八例 它跟美国是不同的 我们有药可用 耳念珠菌最早于2009年在日本发现 目前已在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 发现了感染病例 专家指出 耳念珠菌感染高风险人群 为严重慢性基础病或免疫抑制的病人 如糖尿病 慢性肾病 HIV感染 肿瘤等 新生儿插管或流制导管的病人 手术病人 以及使用广浦抗生素 或抗真军药全身用药病人 也可感染 健康人通常不会感染耳念珠菌 公众不必恐慌 它不会轻易地经过呼吸道之间 互相传播 所以大家根本不需要恐慌 而且耳念珠菌的话 有可能还是我们正常人 完全可以携带这样的微生物 它也不说你带到它 你就得感染了 不会的 好 下面我们来关注一起 涉及中国文物兵马俑的案件 2017年 英零美国男子在费城一博物馆中 破坏中国兵马俑展品 并且盗取雕像手指 事后 涉事男子被检方 以偷盗和隐藏文物部件等罪名起诉 如果罪名成立 将面临最长达20年的刑期 9号 费城当地法院 作出裁决称 由于陪审团在被告 是否有罪的问题上 意见不一 法院判决审判无效 陪审团解散 据美国媒体报道 12人组成的陪审团 经过11小时的争论 无法对被告人 迈克尔罗哈纳 偷盗和隐藏文物部件等罪行 达成一致 12名陪审员中 有7人认为被告无罪 5人认为有罪 9号下午 法官解散了陪审团 并宣布判决无效 检方表示 将在5月15号前决定 是否就这一案件 再次进行起诉 2017年12月 一名24岁的美国男子 迈克尔罗哈纳 来到富兰克林科学博物馆 参加一个派对 期间 他偷偷溜进已经闭馆 却没有锁门的展厅 看到了博物馆 正在展出的兵马俑 他掏出手机 用手电筒 罩着一个兵马俑的手指 仔细研究 临走时 还和其中一个兵俑 自拍了几张照片 并悄悄掰下了 兵俑的大拇指 藏在衣兜里 带走了 直到几周后 博物馆的工作人员 才发现 这个兵俑少了一根手指 美国联邦调查局特工 根据监控录像 锁定了迈克尔罗哈纳 罗哈纳在盘问下 最终交出了 他偷走的兵俑手指 被罗哈纳破坏的兵马俑 是中国数千个兵马俑中 少数得到完全复原的 兵马俑之一 保价450万美元 约合3022万人民币 目前受损的兵马俑 及手指已回到国内 修复工作仍在进行中 昨天 视觉中国网站出现 人类手张黑洞照片 并注明此图 如果用于商业用途 可能存在风险 受到舆论热议 当晚 天津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 约谈视觉中国网站 则令该网站立即停止违法违规行为 全面彻底整改 11日晚间 视觉中国官网已无法打开 今天凌晨 视觉中国发布致签信 表示根据相关法律法规 自愿关闭网站开展整改 自愿接受天津市 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的处理 今天上午 国家版权局发文要求 各图片公司要健全版权管理机制 规范版权运营 合法合规维权 不得滥用权力 将把图片版权保护 纳入到即将开展的 建网2019专项行动 而目前 继视觉中国全景网络关闭网站之后 东方IC网站也无法打开 以此关闭 财经事件与他们相关 今天您需要认识到的面孔有 深陷淋雨 维基揭秘创始人阿桑奇在伦敦被捕 上任首秀 新任世界银行行长举行记者会 称世行重视与中国打造建设性关系 当地时间的11号 英国伦敦警方表示 维基揭秘网站创始人朱利安阿桑奇 当天在厄瓜多尔驻伦敦大使馆被捕 厄瓜多尔总统莫雷诺同时证实 厄瓜多尔已经撤销给予阿桑奇的庇护身份 而就在阿桑奇在英国被捕的同一天 美国检方也发布声明称 公布了对阿桑奇的指控 舆论认为美国此举是为把阿桑奇 引渡到美国受审做铺垫 伦敦市警察局当天发布声明说 警察局有义务代表 威斯敏斯特地方法院执行逮捕令 并在厄瓜多尔政府撤销对阿桑奇的庇护后 由大使邀请进入使馆将阿桑奇逮捕 厄瓜多尔总统莫雷诺 则对撤销庇护做出详细解释 他说阿桑奇在过去的六年十个月里 受到厄瓜多尔使馆的妥善接待 但阿桑奇的行为违反国际法准则 他所关联的组织干涉别国内政 多次威胁厄瓜多尔政府 他本人在使馆内违反规定 安装电子设备 遮蔽监控摄像头 并与使馆人员发生冲突 英国外交大臣亨特随后对厄瓜多尔的合作表示感谢 美国弗吉尼亚州东区检察官办公室 在声明中指控阿桑奇 涉嫌破解一台美国政府射密电脑的密码 称他最高面临五年监禁 声明说阿桑奇在2010年3月 协助美国陆军前情报分析员曼宁 破解了一份储存在美国国防部电脑上的密码 这台电脑连接在政府内部 用来传输涉密信息的网络上 密码破解后 曼宁可以以他人身份下载秘密信息 并传送给维基揭秘 阿桑奇的律师当天在英国伦敦表示 美国指控阿桑奇 并可能将他引渡到美国受审 这对于欧洲和世界范围内的 所有媒体和记者来说 都树立了一个危险的先例 这意味着任何记者都有可能 因为发表了有关美国的真实报道 而被引渡到美国受审 阿桑奇的律师还表示 已经提出了让阿桑奇 接受医疗救治的申请 接下来的一个月内 阿桑奇还将再次出庭 阿桑奇2006年创建维基揭秘网站 2010年 网站公布了大量美国政府 有关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的秘密文件 让美国的外交形象遭到巨大打击 11号 新任世界银行行长马尔帕斯 举行了上任以来的首次记者会 他表示 试行重视与中国打造建设性关系 马尔帕斯表示 作为新任世界银行行长 他将秉持试行一贯的宗旨 通过提供贷款和咨询指导 帮助全球发展中地区实现经济增长 在谈到中国时 马尔帕斯说 希望同中国打造建设性的关系 双方在很多议题上拥有共同目标 可以继续深化合作 此外 投资消费互为机会 看看有什么样的财富新角度 创意无限 日本内容产业综合展落幕 创意策划受到追捧 摇前处 赛马产业规模庞大 经济效应广泛 继续我们的全球赛马产业观察系列报道 之前我们梳理了赛马比赛 马匹培育 还有骑士培养等等不同角度的经济效应 那么赛马产业在全球影响有多大 对拉动经济又有何作用呢 我们一起来听一下CNBC陈倩从新加坡带来的分析 那说到赛马经济效应 其实这是一个相当大跨度的产业链 那简单来说 这是一个以赛事为核心设计 从上游畜牧业到下游服务业 以及博彩行业等多个行业的经济效应 那我们用这张图表来做一个梳理 那么我们看到从这个商业投资为源头 横向支撑着赛马产业的养殖 往下可以追溯到这个驯马师 马主以及育马者等经济收入环节 缺一不可 而整个产业量也是影响着 非赛马行业的参与 纵向上看 商业投资在赛道等赛事相关的基础设施上 而在此基础上 赛马运动能够拉动粉丝和公众的参与 所带来的转播版权收入 门票收入 赞助收入等直接收入也是非常的可观 同时赛马博彩以及上下游 这两边的赛马业全产业链的发展 都会给当地政府带来税收 创造当地的就业 从而提振经济 那么最新的数据就显示 美国赛马产业带来的直接价值 是达到每年大约156亿美元的水平 同时带来直接的就业 是4.1万个工作岗位 那其实加上间接经济的影响 那这使得美国赛马产业 带来366亿美元的年贡献 而赛马产业创造的直接和间接的工作机会 占到整个美国马业的38% 毫无疑问 美国赛马产业是推动了整个马业的蓬勃发展 这样整个马业给美国经济的直接加间接贡献 每年高达1221美元 提供了大约174万个工作就业机会 而一个有趣的数据是 赛马赛事的兴起 使得30.5%的美国家庭当中 出现至少一位马匹爱好者 这使得每年有大约1300万户家庭 参与到各种的骑马活动当中 那目前的一个现象是 投资界也是在家住和布局相关的产业 比如说报告就显示 全球马匹医疗保健市场 规模在2016年是达到了6.02亿美元 但预计在2017年到2025年之间的 年负荷增长率会达到4.2% 到2025年的时候 市场规模将会达到8.63亿美元 同时再比如说 全球的马匹药品和保健品市场 将在2017年到2023年期间 以2%到2.5%的增速来发展 因此这些细节化的方向 都是潜在的投资产业 今日日本最大规模的内容产业综合展 在东京落下了帷幕 展会涵盖了虚拟影像 特效设计 创作发行 品牌营销等内容产业当中的 七大领域 约1500家参展商 展示了时下最新颖 最具创业的产品 技术和服务 受到众多关注 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那现在我身边的这个动漫人物形象 实际上就是一位网络虚拟主播 他平时会在视频网站上 做一些直播与网友聊天互动 目前也是收获了一大批 属于自己的粉丝 那现在我也来跟他聊一聊看看 虚拟主播主要运用了动态捕捉 声音处理等一系列特效技术 将配音演员的面部表情及动作 套用在人物模型上 达到了栩栩如生的视觉效果 这家公司三年前 推出了虚拟主播半爱 目前已在视频网站上 收获了近250万粉丝 在本届展会上 许多传统的内容生产商 开始借助新媒介丰富产品内容 例如有教学视频生产商 面向服务行业 为员工培训设计出了一款 模拟客人提出要求的虚拟影像 使服务人员能够有针对性的改进 还有的演艺公司开始尝试 将日本传统舞蹈表演 通过虚拟现实技术进行直播 使不在现场的观众 也能身临其境 为期三天的展会 吸引了近5万人次前来观看 较去年相比增加了近10% 根据最新的统计数据 日本内容产业依托于 在漫画 动画片等领域的领先优势 2017年的市场规模达到12万亿日元 约合人民币7252亿元 但近年来 随着互联网及影像技术的不断更新 日本内容产业也面临用户流失的困境 如何发挥创意优势 实现转型升级成为重要课题 再来看到 由于5G网络有着高传输 低延迟性等特性 未来 5G将会给科技 金融 甚至是农业领域带来非常大的变化 并且创造无限的商机 大家都说 5G时代已经来了 它到底应用在什么地方呢 今天我们就带大家去英国一家牧场 看一看他们是怎么利用 5G网络养奶牛的 放眼望去 180多头奶牛安静地在牧场里吃草歇息 与其他奶牛没有区别 事实上 玄机就在奶牛脖子上的 5G智能项圈和健康监测耳标 牧场的工作人员打趣地形容道 这些奶牛都能穿上 5G的智能穿戴设备了 不错 利用5G的高传输低延迟的特性 牧场工作人员不仅能够快速精准地定位到奶牛的位置 还能掌握每一头奶牛的健康状况 尽早发现问题奶牛 减少经济损失 此外 自动旋转的牛刷 安装在天花板轨道上的自动投喂系统 自动挤奶机器 这些得益于5G网络万物互联 在牧场的每一个角落都能够实现无人智能化运作 随着春天的到来 牛棚里的奶牛已经放出牛棚 在草地上自由漫步了 项目负责人表示 5G带来的更低的食盐 能够让智能传感器更精准地进行测量 有效提高农场效率 降低生产成本 提供哪些服务呢 今天我们就跟随本台记者 一起来探访一下当地的网红理发店 一进门就能闻到一股浓郁的咖啡香味 这里精美的装修以及这些可爱的或是具有年代感的装饰物 让人有一种哪怕不需要剪头发 也想要进来看一看或是坐下来喝杯咖啡的感觉 在过去古巴的理发店只提供一项服务 甚至男女剪发都要分别前往男士理发店和女士理发店 这家店最大的特点就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将所有的美容美发项目都集合在一起 让顾客在这一家店就能享受多项不同的服务 这家理发店提供剪发 烫染发 眉甲 纹眉 化妆和美容 等多项美容美发类服务 各项服务都有专门区域 店内整洁又干净 尤安卡是理发店的老板 六年前向国家租下了这间房屋开始创业 有先进的设备 独特的服务 自然能够吸引大量顾客 据了解 这里平均每天接待顾客50到80人 大部分为外国顾客 各类服务价格从3美元到几十美元不得 因店里的理发师和美容师 都是资深受过培训的专业人员 服务质量和顾客体验的满意度很高 这家店凭借好口碑 名声大噪 如今俨然已成为了当地的网红理发店 近日 由于社交媒体的推动 纽约又掀起了一股新的美食热潮 让松饼 车轮饼等甜品 成为了热度很高的网红美食 他们有什么特别之处 让美食爱好者纷纷排队抢购呢 我们跟随路透社记者一起去看一看 松饼是美国早餐中常吃的一种主食 跟传统的松饼不同 近期 风靡纽约的网红美食 是一种舒服蕾松饼 于今年2月中旬从日本传到了纽约 由唐人街的一家蛋糕店推出后 迅速走红 许多美食爱好者慕名而来 有时候排队要长达一个小时 这种又高又蓬松的舒服蕾松饼 塞满了热乎乎的奶油洞 看起来似乎违背了万有引力定律 其实它的秘诀在于面糊 搅拌特制的蛋白霜放入煎锅 然后用小火慢煎 出锅后浇上经典黄油 枫糖浆 或甜抹茶奶油让人无法抗拒 我说我不能回来 我需要很快 然后我一口吃 我说好 我会回来 这吹吹是为了完美的视频 大多客户在Tayaki会认识 它是要预备完美的拍摄 舒服蕾松饼的走红得益于社交网络 如今在网上有近五万篇帖子的标签 是有关舒服蕾松饼的 从蛋糕店里用手机拍摄美食的人群来看 这个数字还将继续增长 除了舒服蕾松饼 在纽约街头轰动一时的网红美食 还有车伦饼 这种像馅饼一样的小甜点 外皮酥脆 里面有红豆和淡奶沙丝等传统馅料 在美国还衍生出香蕉巧克力馅等 美食爱好者们也是看到了社交网络 让人流口水的照片后 决定亲自光顾品尝 商家们也很清楚 虽然照片会吸引人们前来 但满足味蕾的美味 才是让顾客再次光临的关键 本周四 新加坡张仪机场的全新后机楼 星耀张仪正式亮相 并将在4月17日向公众开放 星耀张仪不仅拥有 世界最高室内瀑布 也代表着新加坡打造 东南亚旅游中心的野心 进入星耀张仪 首先映入眼帘的 就是位于建筑中央窝 它是一个透明的圆形建筑 头顶是由数千片玻璃 组成的钢材外壳 整个瀑布高达40米 环绕瀑布的是 本地面积最大的室内花园 花园中有众多标志性游乐设施 如红利天空之网 树梨迷宫 镜子迷宫 和奇幻滑梯等 星耀张仪由全球著名建筑设计师 萨夫迪设计 整个项目花费了17亿新元 约合人民币83亿元左右 占地面积约为13.57万平方米 据悉 萨夫迪接手星耀张仪项目时 曾表示 要重新定义未来机场 把机场与自然 文化 教育结合在一起 为乘客带来极致的旅行和转机体验 新加坡张仪国际机场已成为整个国家最美丽的旅游名片之一 本月初 在由世界著名航空咨询机构主办的 2019全球机场奖评选中 张仪国际机场 奥式群雄 连续第七年 夺得全球最佳机场奖 2018年 张仪机场的年度客容量创下新高 达到6560万人次 机场的购物 餐饮 休憩环境 无与伦比 不仅设施一应俱全 更有24小时免费电影院 屋顶泳池 以及色彩斑斓的室内蝴蝶公园 最美人间四月天 日前的安徽黄山地区 江西庐山两地出现云铺奇观 流云翻腾犹如仙境 节目的最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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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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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